我其实是深圳出生的 婆婆说 那天早上 我爸爸从公立下班回家的路上 听到有个小雨孩挖滑的哭声 爸爸跑过去一看 只酸义 也有一座全身通红的小雨孩 被钉在张欣欣的地方 那个雨孩就是我 爸爸等了半天都没有人来找我 就把我带回了家里 婆婆说 告诉我这件事 希望我快点懂事 因为爸爸的眼睛看不见 现在我想告诉爸爸说 我已经长大了 我会洗衣服 乔菜 我会自己写作业 会自己背着书包上去 爸爸 你不要丢下我 我要您看到我长大的样子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出这位幼小的告白者 叔叔好 叔叔你叫什么名字 大冰宁 那你今天到这来干嘛 爸爸不要我了 爸爸找一个好人家 爸爸找一个好人家 我不愿意 你是不是惹爸爸生气了 对的 爸爸说 是要送去 是要不送去 我说我打死不去 爸我就生气了 就不赢我了 我看你在这里边 你好像什么活都干 做菜 洗碗 你都干 你每天是上下课 都自己一个人吗 对 自己一个人回家做酒 是的 您几点钟起床 六点四十 六点四十起床 起床之后干什么 做早点 做早点 做谁的早点 我和我爸爸走 你每天都做些什么早点 灭 有的时候来不及 所以就我去买几个包子吃 放学之后 你又干什么呢 放学之后 我就回家把作业写完 写完作业就买菜煮饭 自己的衣服自己洗吗 是的 你吃过肯德基吗 就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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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戴哲博十年前收养了被父母遗弃在街边的女婴 取名冰冰 为了让女儿过上更好的日子 戴哲博将冰冰交给亲戚 只剩去到长沙工作 一次意外戴哲博失去了双眼 虽然戴哲博再也没有机会亲眼看到冰冰的成长 却一直在用生命呵护着这个捡来的孩子 事实难料 2013年戴哲博被查出患上恶性胆囊癌 为了女儿的清楚 戴哲博通过当地媒体寻找合适的人家收养自己的女儿 新闻发出后 很多好心人联系戴哲博希望收养冰冰 自从家里不断有人来台收养之后 戴哲博日见冷淡相依为命的女儿冰冰 是因为戴哲博找到了合适的人家 要故意冷却这种浓烈的亲戚 还是因为戴哲博有什么其他的打算呢 面对相依为命十年 却很有可能马上成为别人女儿的冰冰 父亲戴哲博会来到今天的告白现场吗 你喜欢爸爸吗 喜欢 你想跟他过一辈子吗 想 但你将来还要出嫁呀 我可以把他一起结 都能接到我娘家去 一起结去 你知道你的亲生父母在哪吗 不知道 你想见他们吗 我想 为什么 因为他从小就像我 如果你发现 你没有能力爱你爱的人了 比如说他让他父亲 他没有健康的身体了 也没有经济来源 他只能眼睁睁的把自己的女儿送给别人家去抚养 而自己只能有孤独的存在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难道他的这样的做法不该被理解 除了这个办法 他又有什么别的办法 女儿也不想离开爸爸 爸爸也不想离开女儿 如果是经济上的原因 是要生活上照顾的原因 我觉得这是社会的责任 应该有一些公益组织 包括我们所有的人 给他们一些关爱支持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而不是让他们骨肉分离 你希望他待会儿这些叔叔阿姨怎么帮你 那叔叔阿姨求我爸爸别把我送走 这让人听得心里特别不舒服 我们要考虑到现实的问题 但是也一定要告诉他 就这样一个女孩 就连我们看了都难歌难指 还有什么迈不过去的看 我们待会儿帮你 好吧 谢谢 我们待会儿站在这儿 来 站在这个按钮旁边 如果爸爸今天来了 但他还是坚持要把你送给别的人家 你怎么办 你是去还是不去 不去 打死我也不去 我不想离开爸爸 倒数五个数 看看冰冰的父亲会不会来到现场 好吧 五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二 三 二 感谢观看 您知道今天来是干什么的 我今天来是带了一对夫妇 是无论我也把它送走的 我现在不行了 不做手续只能活到两三个月 做手续的话也许会死 也许会活下去 你现在能长久的站着吗 要不要找个凳子让你坐一会 大不了好久 来来来拿个凳子给他坐下 来你坐下 谢谢 你最近老是不理冰冰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身体也越来越不行 在那时的话 如果是分开的话会很刷新的 现在还早 不理他这个还好一点 戴先生今年您年纪多大 今年46岁了 你结婚了吗 我结婚了 我对冰冰也和我那个女朋友 不准我接 他说其实挺可怜的 我说又在 后来我女朋友就给我分手了 分手了 我说到现在 我以前没有到大楼 这个小孩 看起来是老狠儿的样子 然后又有温暖 又有幸福 又有快乐 到大楼的时候 他回家了 爸爸我回家了 我今天唱了首歌 他给我听 那个时候真好开心 有快乐歌 我走了我也没关系 只有什么开心 那你有没有想过 把冰冰送给自己的亲戚呢 亲戚都有 都有小孩 亲戚也在那个农村里 我小的 我送到那个城市上面 让他过上好日子 快乐给成长 现在有家庭愿意收养的吗 有事有好几夫人家 把冰冰过小区 我们家乡带来了一位夫妇 他来无人老师 一个母儿子 恶了母女儿 他做事呢 过后面都很认真 我想把它送给他 为了他的借口成真 爸爸被离开我 我也不想离开啊 听爸爸的话 不一口啊 听妈妈的话 戴先生 肯定经常被别人问过 你老婆呢 你没有老婆 你怎么会有孩子呢 没准很多人 还因为这样的一些事情 质疑过戴先生 觉得他一大老爷们 带一孩子 莫名其妙会有一点 甚至有人会觉得 他为什么不结婚 等等等等 但是面对这些质疑 和实际生活当中的困难 他都跨过来了 现在这有跨不过去的坎 这些方法我都可以改变 所以这个 最后的贴是一个钉子 我真的不敢小叫 也改变不了 无论如何 今天既然来到了 告白的舞台 我们就把这个权力 给冰冰 问题怎么解决 不是你应该考虑的 是我们这些大人们 和全社会应该考虑的 你待会你有什么话 想跟爸爸说 无论爸爸做任何的决定 你想跟他说什么 你就跟他说什么 那么接下来 我就把这个舞台 交给你和爸爸 就你们两个人 你想对爸爸说什么 赶快说 好不好 好 接下来是冰冰的告白时间 妈妈 这是我画的画 我希望有个完整的家 你能有你和我 我能有个妈妈 你喜欢做事 不要自小妈妈 妈妈 你会和我家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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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不要离开我 我希望永远在你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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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能把你送到人家家里去 你以后会幸福的 谢谢你怎么办 为了照顾你 你听爸爸的话 还是听爸爸的话 送到宿舍家里去 不去 去 不去 不去 送到宿舍家里去 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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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带着这个女儿走完我最后的一生 其实他从出生时就是一个很不幸的孩子了 他刚出生就被自己的亲生父母给抛弃了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有爱心善良的您收养过他 可是 如今十年了 我知道可能对您来说有很多的困难 但是困难不是说逃避 我们可以一起面对跨越过去 大家能不能帮一下妈妈给我去一下命令 我不会去 我跟你在一起 我现在可以吃完洗衣服了 你洗衣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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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么早晚 等事呢 等事呢 爸爸帮你送出去 等事呢 你到人家家里好好地听话 好好地读书 就去啊 去 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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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骗不了他 那如果有一种方式 可以让你和冰冰 依然在一起 但又可以暂时解决你的这个问题 你还会冷淡冰冰吗 老夫考虑一下 来冰冰 我们有一点事跟你爸爸说 你先跟这个编导阿姨啊 先到后面去休息一下 来 老代 我说去现实点的话 就刚才你们两抱在一起 说的那些个话 经过电视剧播出之后 我敢保证全国没有一家 父母会收养冰冰 不忍心呢 你说冰冰跟谁会快乐呢 他只能跟你在一起才会快乐 他收养你就等于是硬生生地拆散你 你说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对 你说你谁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硬生生地要把一个收养了十年 憨心如虎 为了孩子 连婚都没有结的一个男人 把他跟自己唯一的亲人拆开呢 没有谁会这样做 那这个是我自己很愿意的呢 你自己很愿意 没有一个人敢接受 因为他们知道收养过来 冰冰在自己家里不会快乐 而且他已经十岁了 他已经懂得很多的情感 他做了很多成年人都不能做的家务事 我确实要谁不得离开他 确实要很多事 冰冰做的这些所有的家务事 我不是说他做这些事的难度 而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 他会去做这些家务事的原因是什么 不是说要讨家长的表扬 只是想一心一意的照顾你 他不是被迫做这些事情 他是主动的 他的心智 已经不是一个十岁孩子的心智 他的心思很重 如果你要是把他跟你在之间拆散 到任何一个家庭当中去 他不会快乐 我实话告诉你吧 你所希望收养他的那家人 一家现在已经来到了节目现场 在我们的第二个现场 我刚刚之所以把这个冰冰支开 就是希望不当着他的面 来谈这么残忍的事 我现在就在问问你老大 就是这一条路了 前期条件就是你跟冰冰不分开的情况之下 别的什么都好谈 你能不能当 因为不是 不是我也分开 因为是这个人 是最后的切实 逼着我们分开了 待会我会让你自己做选择 这里有一个按键 按开之后 门后面就是那对要收养冰冰的夫妻 如果你要是把他按开了 冰冰就会跟他们走 如你所愿 你可能再也看不到 我觉得这个门就在十年前 你把那个纸箱子打开的时候 那门是一样的 十年前你选择把那个纸箱子打开了 你选择把冰冰带入到你的生活 今天你可能又要面临一次选择 你把这扇门打开 又把冰冰送出自己的生活 似乎把他送到另外一个家庭 最后他选择全在你 所以把他送 来吧 来吧 来 你们站起来 来 站起来 来 站起来 那有十二个门开的 危机客套路 可得真 可得真可以 那怎么办 你还愿意做选择吗 还是放弃这个选择 我们这样 我们给你一段考虑的时间好不好 如果你摁了这个摁铁 门就会打开 那对夫妻就会来到现场 把冰冰带走 摁或不摁 你自己选择 你考虑清楚了 你就可以按前面的那个按钮 我相信 会有好的人家 三娘的人去收养他 而且人死孩子过度 慢慢的 给孩子时间 做孩子陪你走到最后吧 亲情 他怎么可能说 就灰溅断情 两个人从此老虎不相往来呢 我觉得这只能增加双方的痛苦 你们这一段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亲情 让我特别的有此感触 那些不孝的子女 抛弃自己的父母 不去赡养他们 让他们轮过街头 我真的想他们到这个现场上来看看 什么叫做爱 什么叫做亲情 他们真的应该向你们去学习 真的 不可以来到现场 把冰冰带走 谢谢大家 真的 你在做什么 跟你说 欢迎你 在做快乐吗 然后 你 你 我 是的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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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